具有哪些方面呢 可能在对方把握机会上 包括逼抢 还是节奏比较快一些 包括像贝尔在内的和16号、9号 他们的个人能力是不是确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呢 对 因为对方个人能力在这摆着 所以对我们造成一定的防守的困难 这场比赛会不会带给很多球员信心上的一种打击呢 也不会吧 跟高水平的球队比赛可能更加的提高我们对大赛的经验 包括对对手学习 50分钟以后随着进球逐渐的增多 大家的士气受到了一些影响 也没有吧 可能这个输球以后可能我们想要更积极的去能够投入到比赛 能够希望能够进一个球 我们也这个做的也不错 你怎么总结 然后怎么去看下一场比赛 下一场就好好准备吧 然后比赛过去了 回去好好总结 然后准备下一场比赛吧 谢谢 作为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当中的队长 可以说赵旭日也是在被换上之后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积极 但是或许正向赵旭日在接受采访时所提到的 受限于整体实力跟对方的落差 而且面对着威尔士队的快速凶悍的逼强 中国队在整体的一个前中后三条线的运转 可以说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问题